乌克兰局势紧张,波罗神克政府选择立刻开会,并宣布全境实施为期六十天的战时状态,乌克兰国防部也宣布,该国武装力量根据总参谋长的命令进入全面战备状态,这是乌克兰自1991年独立以来,受此实施战时状态。 很显然,乌克兰是想把这个事情冒大,然后逼迫北约介入,加大针对俄罗斯制裁,当然乌克兰政府当局最希望的是调动民众情绪,为即将展开的总统选举造势,公开数据可知。 最近民调,乌克兰现任总统的支持率仅仅为7.8%,如果不发生特殊意外事件,现任总统很难获胜。 在经过沉默之后,俄罗斯总统普京终于就乌克兰局势,发表了自己的看法,也可以说是公开表态。 据观察者,往11月28日,援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称,克里姆林公发布消息强调, 这一系列活动,与乌克兰的竞选活动有关,乌克兰领导层对造成另一场冲突局势,即将官风险负有全部责任。 克里姆林公的消息,也就是普京的意思,这也是普京的基本态度。 俄罗斯总理梅德维杰夫也表示,这是政治,这是选举手段,也就是政治手段,乌克兰内部也是这样认为。 我也这么认为,普京发声指责乌克兰当局,故意挑衅恶化局势,也说明俄罗斯并不想跟乌克兰打仗。 首先,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战事还没有结束,俄不想同时打两场战争,因为俄罗斯的国力不允许。 其次,在自己的家门口打仗是各个国家最为机会的,就算是强大的美国,也总是避免在自己家门口打仗。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远离美国本土的。 明眼人都知道,乌克兰根本不是俄罗斯的对手,乌克兰这次在战争问题战一场高调。 显然有一种招打的味道,除了政治选举之外,必然还有重要因素,支撑乌克兰当局这怎么做。 乌克兰高调进入战争状态,其实都是美国的战略需要。 那么乌克兰为啥主动配合美国呢? 这是因为乌克兰的现任政府是在美国支持下夺的政权的。 也就是说,其不得不听美国的俄罗斯微信号披露,美国高官电话泄露信息显示,为了策略乌克兰颜色革命,美国花费了50亿美元和数年时间,现在的局势就是美国故意拥抱的。 美国故意让俄罗斯受困于乌克兰问题,就是为了打断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计划,美国控制叙利亚的图谋,被俄罗斯一手粉碎了。 其当然想通过搅乌乌克兰监制,这很俄罗斯,乌克兰动道是美俄战略矛盾的具体体现。 乌克兰的地理位置,决定了乌克兰没有和平日子。 只有美国放下对付俄罗斯的战略挤压与围剿,才能过安稳日子,但是美国是不可能放弃对俄罗斯的围剿的。 所以,乌克兰动道一直会持续,这里只有美国老的一支体现。 乌克兰只是美国一支的附庸而已,因此决定了乌克兰的命运。 乌克兰当初是预恋此功,被歇此功,为了迎合西方,尽快加入北约,就采用了自费武功的方式。 可是,到头来,投机不成反十八米,如今成了硬锅上的蚂蚁。 几十年未有之变局,看来不会太长时间就要水落石出了。 也把乌克兰也能顺耀给美国的欧洲盟友制造紧张气氛。 让他们安稳点,还要到北约声谣,看美国脸色。 欧盟内部也是因为历史原因互相不信任,所以找个第三方来看家护院。 结果作茧自负,政治上处处受被约制于,现在的那点政治灵活性还不如过那一个经济特区。 也许像老话说的不愧不利吧,世界需要特朗普这个二来改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